各位同学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报告的题目叫做 神秘的地球及人类的使命 地球是我们大家生活的地方 应该是最熟悉的 可是实际上对于地球的很多知识大家都很陌生 所以我们说是个神秘的地球 了解了地球之后 就知道我们人类对于地球有神圣的使命 这些年来 地球科学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网红 例如讲这个周罗纪公园 讲一个地球上的一些生命的毁灭 还有我们说的流浪地球 都跟地球有关 对我们国家来讲 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我们国家对于地球知识的这种普及 实际上在世界各国中做的是比较差的 因此我觉得我很有必要 通过我的一些报告和其他的人的报告 来唤起大家对地球神秘知识的这种认知的渴望 首先说一下神秘的地球 一般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谁啊 你多大了 你从哪来啊 你到哪去啊 其中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人比较忌讳 就叫问你将来要到哪去 就是说你的归宿是什么 那么这些对我们地球来讲 同样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首先呢地球是在宇宙之中的 什么叫宇宙呢 宇宙是时间 空间 物质 物质包括了能量的总和 我们把这个总和合起来一块叫做宇宙 所以宇宙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名词 太阳系就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系 我们地球就在太阳系里面 地球呢像其他的各种万物一样 它有一个前世 有今生 还有它的未来 那么地球的最初是什么样呢 最初的地球叫混沌地球 混沌的意思就是 混混沌沌 这个没有天没有地这么一个星球 后来呢地球就开始逐渐有了分层 这个层就是地核 地脉 地壳 我们通常叫地壳 那么现在的地球还有更多的圈层 就有生物圈 有水圈 有大气圈 有生物圈 这样的一个星球 我们叫做蓝色的地球 那么蓝色地球会不会永远是蓝色呢 它还会演化 那么还会演到一个将来未知的一个地球 地球从它诞生起到现在 是46亿岁 那么这46亿岁之间 地球经过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变化 或者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地球来讲不是惊天动地 也不是翻天覆地 是造天造地 所以说地球既没有地也没有天 所以说了解地球 特别是了解大陆的形成和演化 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和王冠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知识 地球本身呢是有圈层的 所以我们说地球是个圆的 那么地球它的结构就像这张图上看的一样 首先有一个地核是最里面的 然后外面的一圈我们叫地脉 再往面的我们叫做地壳 或者叫地壳 那么地球是这样有圈层的 圈层之间并不是僵死的静止的 而是互相相互运动的 或者相互有生命的 那我们这张图上看 地球是有岩浆的 岩浆可以冒出火山 那时候我们平常看出什么地方火山爆发了 那么是圈层之间在运动 打个形象的比方 就像这边放的一个鸡蛋 鸡蛋也是有圈层的 有鸡蛋黄 有鸡蛋白 外面是鸡蛋壳 那么这个鸡蛋之间的圈层 它也不是僵死的 它里头的鸡蛋壳可以慢慢运营出新的生命 在鸡蛋白里头吸取营养 最后付出一个小剂来 圈层是相互的 全世界万物的基本的形态 就是一个圈层 连我们现在这种冠状病毒也是个球状的 也是有圈层的 我们最应该了解的是地壳 因为我们人要站在地球上 站在地球的表面 这个叫壳 这个地壳有多厚呢 平均厚度17公里 大陆平均厚度是35公里 海洋的要薄一点 大陆地壳又可以分为下地壳和上地壳 我们叫做下面是玄武制的 就是机性的 比如二氧化硅含量低的 上面是二氧化硅含量高的 我们又分成玄武制的壳跟花岗岩的壳 那么大陆地壳是由什么组成呢 是由岩石组成的 岩石有三类 一类叫水层岩 我们又叫沉积岩 还一种叫火层岩 我们又叫它火山岩和沁肉岩合在一起 另外还有变质岩 变质岩就是说 前面的水层岩 火层岩 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的变质岩 都可以再经过变质 再经过的变质什么意思 就这些石头又从地壳跑到深处去了 跑到十公里以下 二十公里以下 三十公里以下 四十公里以下 下面又发生了变化 然后又变化之后 它就矿物岩石都发生变化 都不是原来的结构 也不是原来的矿物 出来以后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种岩石叫做变质岩 变质岩给我们记录 就是地球的表层的岩石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种岩石学的记录 那么岩石又是由矿物组成的 那么我这儿放了很多不同的矿物 这些矿物有红色的绿色的 各种颜色都有 包括我们平常大家都喜爱的这种金刚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祖母绿 那么除了它大家都喜爱的矿物以外 它还是重要的尖端的材料 它就有的硬度非常高 这种尖端的材料是我们非常难以获取的高精度的这种高科技的制作中所需要的 地壳又分为大洋地壳和大陆地壳 那么大洋就指的大家所知的这种海洋下面这个底儿 它的底儿就是大洋的壳 我们站在大陆上长草长树这样的地方就是大陆壳 那么大陆跟大洋的比大概是7比3 主要集中在北半球 那么大洋下面跟大陆一样 仍然是坑洼不平的 仍然有山基 有洼地 这个夏威夷的山就高1万多米 比我们人类最高的这个陆地的风还要高 这是我们讲地球的基本的结构 是有圈层 圈层中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圈层之间是相互运动的 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给地球起了个名字叫运动的地球 那么地球是运动的 包括了刚才说的 有岩浆 有流体 有水 在不断地运动 运移 海可以变成山 山可以变成海 有构造运动 发生地震 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的路 漂移到另一个地方去 而原来的是海又可以变成了山 这就是地球自己的这种运动 除了这个运动以外 地球的运动还有一个深刻的含义 这个运动就指的地球的运动不是将死的星球 地球是有生命的 从它诞生起地球在一天一天的变老 那么地球是在动的 这个是有生命的 这也是一个运动的含义 我最近有一本科普书的名字就叫运动的地球 解码地球的密码 那么这个科普书呢 明年就会出版 也是来介绍这个地球的运动 那么地球运动 我们最早人类都有所知 比如我们过去古人的书里就有叫高岸为古 深谷为灵 就指的是有沟有山 有海有山 然后呢又说沧海可以变桑田 过去我们有一个麻姑献寿 麻姑说在他当这个接待官的时候 才看见东海三次变为高山 有三次又变为海洋 那么古人都知道山变海 海变山的道理 所以我们大家 蹬到一个高山上 看见高山底上 有含有鱼类的化石的石头 你一点都不用惊奇 因为那个地方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曾经是海 那么后来呢它变成了鹿 那么古人对这个事情很早有了解 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解开它的秘密 所以我们有很多古人都写了很多优秀的文章 比如 《屈原的天命》里头就有 八柱何当东南何窥 就说为什么这个天不是一边高啊 这个西边是高的东边是低的啊 就说东边的柱子倒了 为什么柱子倒了 过去我们有神话叫这个 贡宫投出不周深 就告诉你说 这个地球是运动的 除了地球这样大的运动之外 我们还可以知道有小的运动 比如昨天我们新疆就有小的地震 当然不太大 大的地震我们又给它 一个词叫变脸 一个地震之后大家一看 原来的山变低了 原来有树倒了 我们管它叫变脸 大家看那下面这个桥断了 原来的这个路被错断了几十米 甚至上百米 这都是地球的变脸 这是我照的一张照片是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候 我们知道的这是08年的汶川的大地震 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后日本的2011年的大地震 那么造成了海啸 造成了核灾难 地震就是地球的一个活动 它是叫做构造 岩浆活动 构造就把它结构都改变了 原来这个山或者变成海了 一个树被劈成两半了 这个岩浆喷发大家看的最多的 可以它有洋路的变迁 有全球的变化 这些东西是地球自身的规律 岩浆喷发相当于地球的血液 地震相当于地球的脉搏 什么时候地球没有脉搏了 那么地球没有地震了 没有地震了地球就僵死了 所以我们很惧怕的不是地震 我们惧怕是地球有一天会僵死 地球如何运动的一个规律 那么人们一直在摸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学说叫做大陆飘移 是个假说 这个大陆飘移的发起人叫魏格纳 魏格纳是一个德国的气象学家 有人说他在屋子里抽着雪茄 喝着咖啡看着这个图 说这个非洲跟这个南美洲之俩 就可以对起来 他们是不是原来在一块和六分开了 他就提出了一个 大陆曾经飘移过 提出这个假说以后呢 受到世人的耻笑 也受到了科学家的批评 那么因为他也没有并没有更多的知识的了解 只是看到这个东西 或者这个做的这种图像的解密 他这个人本身是在北极考察时候 遇到暴风雪 在牺牲了 过了五十年以后 人们由这个大陆飘移学说 创造了板块构造理论 板块构造理论就像一个 拼敲板 这方我们看了一个敲敲板 像拼图 在215年以前时候 各个大洲的样子就是 基本上飘在一块的 那么后来呢 逐渐的分开了 飘开了 飘成了不同的路 就是现在的样子 那么有科学家根据现在 板块飘移的速度 认为再过2亿五千万年 那么地球又会重新再汇聚一次 像我们第二张图上 中间这张图所表示的 中国就表示在 这个图上所示的这个位置上 当然这还是假说 还需要这个最后的证实 这个证实我们大家也都看不到 2亿五千万年以前 大家也都看不到 但是这个推测也不是胡乱说的 也是根据现在的观测 现在的这个记录 这个推算出来的 这个运动的速度有多快呢 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看着自己的支架 长一年不要剪 那个支架的这个长度就相当于 我们欧亚板块每年运动的速度 大家根据这个来讲 还有2亿五千万年 他们还会再拼合一次 那么它的深刻的道理 就包括我们说的叫地板对流 这个阳底扩张 就像下面一张图 这个红的这个岩浆不断地喷出来 往两边走 要岩济扩张 上面这个右上的这叫 这个板块俯冲 之后这个大路飘移 它有几种学说凑起来 这个板块学说是 上个时期六七十年代 自然科学中排为第一的 最伟大的一个科学贡献 那么现在这个科学 仍然还要继续发展 由这个科学 我们可以知道 地球有三大科学问题 是需要解决的 刚才第一个就是 地球的板块构造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有板块构造 是地球刚一形成这个大路 有板块构造 还是后来才有的 这个板块构造会不会永远有 以后不是板块构造 是什么构造 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路是不是从来就有 大路是怎么长大 长成现在这么大的 第三个问题是 水啊氧气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地球现在的环境 是什么时候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三大科学问题 是我们地球科学研究中 非常前沿的 全世界科学家都关注的问题 这些关注的问题中 我专门拎出来一个问题 叫大陆是如何演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演化太重要了 在这个各个国家的 地球科学的白皮书中 第一项课题都是 大陆是怎么形成 什么时候形成 怎么演化的 那么大陆为什么重要 第一是 人在大陆上生活 没有路 人都跑到海里了 成了水生动物了 那是不行的 第二 只有大陆能够记录 地球演化以来的历史 我们现在说的海洋下 没有海洋的石头 我们叫海洋的洋窍 或者洋壳 海洋的地壳 两到三亿年循环一次 就通过俯冲 通过洋机的 这个窍脉的循环 它就消失了 变成新的了 大陆的是从诞生起 一直保留到现在 所以我们要想 了解地球的历史 为了研究大陆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么大陆有多大 我们就是通过研究 大陆的岩石发现的 我们中国的岩石 最老的石头是38亿年 世界上最老的石头 是在澳大利亚的 在捷克山 这个山上发现 这个石头中 有一种矿物 叫做高石 它可以用它来 做它的同位素 研究来定它的年龄 它年龄定出来是多少呢 是44亿年 所以大陆形成了44亿年 地球形成了46亿年 大概一两亿年以后 有成规模的大陆可 或者大陆形 那么这就是我们 现在所知道的地球的年龄 那么现在就来了一个问题 大陆是这时候形成的 大洋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问这个问题 我们整个回答说 不知道 no idea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 还没有全部的知识的证据 来证明是先有路 还是先有洋的 那么如果是先有洋 我们假算有一个微酸岩的洋 就像这个红的画的这个一个岩 这个洋是二氧化硅的洋 但二氧化硅 占的比例大概有 40%多到52% 那么这个洋 如果是它可以 上面分出一个窍来 分成大陆 下面分成一个是地面 但是这个模式 在地球上 各种演化地球上不行 这个模式对月球可以用 月球上面的路窍是 斜上眼窍 而大陆是晃眼窍 所以它行不通 那么假设有个先有个洋窍 先有个洋窍 通过俯冲 洋窍俯冲 到了一定深度 它在部分融融 部分融融的意思就是 融化了 融化又没全融化 融化了一部分 容易融的融化了 没有不容易的融化 没融化 融化这个东西 变成路窍 但是这个也遇到很大困难 用各种计算模式 还存在困难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大家不太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地球上 大陆是怎么形成的 仍然存在一个谜 这个谜是 有待于继续解的 虽然其中有好多假设 有很多证据 我们有时间给大家展开 它都是发表在 世界顶级的杂志上 科学家们再探讨 那么除了这个 44亿以来的大陆 46亿以来的地球 每一个阶段 都有很多谜 所以我们现在把地址 告诉一个 介绍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地址 地球的地址 叫地址年表 就把地址 画成个表来 最下面是45.6亿 然后呢 到了38亿 这时候以下 我们叫明古咒 38到25亿 我们叫太古咒 25亿到5亿多 我们叫远古咒 从5145到现在 我们叫显生咒 这么多历史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事件 都有科学家在研究 在追踪 这是我们科学中的一个知识 显生就可以用 化石来记录地层了 这是我们看 这样的地层的分布 三叶虫 一直到恐龙 灭绝 都有这些知识 地球从陆河变成大陆 从原来没有板画构造 到板画构造 从原来没有氧 到现在有氧 那么将来还会怎么样 还会不会变成没氧 那么这都是人们要讨论的事 所以我们讲 整个地球的演化 是从热到冷 一个热球 逐渐变成凉球 什么时候地球完全凉了 这个地球就死了 地球特别热的时候 没有生物 没有动物 等到它到了一定的温度 到了我们现在 适合的温度情况下 它开始有生物 等到这个再继续冷了 有没有了 这就是地球的一个演化历史 这个地球的演化历史 就引出新的一个词 叫做地球的命运 地球 它是有生命的 它的命运是什么 我过去小的时候 听人说 地球将来要爆炸 地球越来越热 将来就爆炸了 那么现在我知道了 地球不是越来越热 地球是越来越冷了 所以地球的命运不是爆炸 是将死 讲地球命运的时候 我们就把地球要放到宇宙里 放到太阳系里来讲 太阳系里头是有很多星球 我们把太阳这个恒星 那么它还有很多行星 每个行星还有自己的卫星 比如我们地球的卫星 就是月亮 那么什么叫行星呢 行星就是它可以运动的 但是它是围绕着太阳在行走的 这样的一种星球 这个行星呢 我们又分了两类 一类行星叫内地行星 还有一种行星叫 类木行星 内地行星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是什么样 别的行星 它可能有大同小异的样子 我们地球是个圆的 别的地球也是圆的 那么这个行星呢 也有可能是有核啊 有蚌啊 有外面的壳啊 有这些东西 那么主持的主要的东西 都是硅酸岩 硅就是二氧化硅 我们说的玻璃就是二氧化硅 硅酸岩就是硅酸 跟别的阳里子合在一起 形成这样的矿物 我们本来叫硅酸岩矿物 类地行星就是硅酸岩的星球 还有你知道类木行星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气体 一种气体的大行星 我们比如木星 就是这样 我们本来叫类木行星 这是气体行星 这八大行星中 那么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这四个星球是内地行星 其中地球上还有一个卫星 叫月球 我们研究的最多 因为它离地球最近嘛 研究最多 那么这个月球呢 我也把它当成行星来介绍 因为它跟地球很相像 那么我们了解行星也好 了解卫星也好 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地球 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 我们也发射卫星啊 我们要观察火星啊 我们要搞很多这个科学的观察啊 为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为的是认识地球 认识地球会怎么样演化 认识地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这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先不说对你人类生存怎么重要 光说一个人你在地球上生活 你不知道地球什么样 你不知道地球多大年龄 你不知道地球的结构 那你在地球上生活得太迷茫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吧 所以我们要介绍了解星球 了解行星 了解地球 这个行星中呢 一个行星叫火星 火星是Mars 它是距太阳比较近的 是第七大行星 这个火星呢 是我们目前人类比较关注的一个星球 它呢 上面也有气体 但是它这个气体呢 非常稀薄 只有地球的1% 而且呢 非常干燥 而且火星是非常冷的 我们看火星很温柔 颜色很淡 那么因为它能量少 它的光线很少 它那点光线大部分就是 太阳给它照了以后 它自己也有一些光 光的就非常非常少了 那么 这时候它表面的温度多少呢 平均的表面温度是零下63度 不管是水 还是二氧化碳 还有其他的气体到了 就我们现在人类所需要的一些气体 到了火星上都变成固体 所以火星上不可能有像样的 我们说的这种比较高等的生命 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看到有的科普书上或者抱上灯说 我们好好研究火星吧 将来地球不能生存了 我们就坐上火箭 大家在火星上去生活 与人结账可以讲 为什么呢 火星早都比人地球更不能生存了 这是火星 金星 我们看到非常亮 大家都很喜欢它 西方人管它叫威纳斯女神 中国人管它叫太白星 太白金星 李长庚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西游记里头 炼丹的那个太阳老军 我们把它都叫做金星 叫太白金星 那么金星呢 是离地球最近了 但是呢 它太亮了 因为它的能量非常多 它很热 它的这个温度有多少呢 480多度的地表温度 不要说 刚才说的这个高等生命了 什么生命在这样的高温下 都不可能生存 所以呢 这个火星呢 是一个炽热的一个 琢磨不透的这么一个星球 同时呢 它外头表明上 都是以前这个浓云 都是浓硫酸的云 这是金星 那么我们最喜欢看 或者我们了解最多的是月球 月球完全没有能量 它的光量还跟火星一样 火星虽然很暗 但借了太阳的光 那么月球的光 全部是太阳的光 那么我们所看到 月球亮的时候 是亮亮的很漂亮 月球没有的时候 全部挡住了 就是无月之夜 地球把这个太阳的光 挡住了 太阳光隔着地球 照不到月球上 月球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看的是黑黑的 月球是没有光的 一点能量都没有了 月球虽然漂亮 但月球只是一个僵尸 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有一个理论 叫地月撞击学说 就说地球跟月球 在地质地上有一天 这两个星球撞在一起了 当然月球要小一些 地球要大一些 状况以后呢 就像我们下面头一样 它们变成部分相连 这时候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后来呢 又分开了 那么这个学说至今 还是主流学说 主流的这个天文学的学说 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研究月球 我们看月球 是什么样子 来研究 它是不能给地球的研发 提供信息 虽然现在月球死了 那么月球就相当于 这个地球的一个老照片 在那放着 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 月球 它的构造 不是我们现在的大炉 大洋的构造 它是撞击坑构造 像我们看到 一个一个黑圈 这黑圈怎么来的 撞击的 白的什么 白的是 月球的陆地 叫协长岩路 跟我们大学 陆地不太一样 那时候都是白点的 叫协长岩的 这个陆地 那么坑是什么 坑就是海 海是这个 运石撞下来以后 导致月曼 发生了融融以后 岩浆喷发 要形成这样的海 那么这样是 月球的基本构造 就是撞击构造 那么这边 突然也告诉了 月球仍然是有月曼 有月河 有月窍的 它也分层的 但是跟地球 有这个差别 同时这种撞击 还在不断进行 这个月球的南边 南极的 然后不断的这种撞击 这种撞击 就是非常早时候 这四十几亿岩 就是撞击 地球 它的月球表面 都是炙热的 撞出来 你看它都是 化石都是红红的 然后它再逐渐冷却 冷却冷却 变成现在的样子 然后现在的运石 这个运石 它还在不断地撞击它 早期的撞击 有生命的时候 撞击出来海 没有生命了 撞击了以后 就没有岩浆 就光撞击坑 这就是我们看的 月球的运石坑 那么月球的年龄 有多少 跟地球一样 它的斜上岩的 路窍的年龄 是四十四亿年 跟我们刚才讲的 地球上最老的 这个花岩岩岩年龄一样 四十四亿年 但是月球的样品 跟地球的样品 岩石上是有差别的 除了刚才说斜上岩 是一种路窍以外 它有玄武岩 玄武岩很多 黑色的玄武岩 我们大家 去武大连池 去长白山 去这个韩国 我们都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 这个喷出的玄武岩 但是这个 这个颗粒浮岩 大家没有见到 我们地球上也没有 是一种含钾很高 含锡头 元素很高的一种岩石 这种岩石 地球上最多的 花岩岩 月球上是没有的 所以月球 虽然跟地球 亲密的这种 这种关系 但是它们演化 历史上是不一样的 那么月球呢 上面是撞击构造 月球也没有 海洋跟大陆这种构造 所以月球 没有进入 板块构造阶段 我们看到的 一期一期的运时 撞击月球 就是一期一期 月球的演化 后期的撞击坑 覆盖了前面的 然后科学家 对它进行了 各种探索 认为撞击到 最年轻的那个 那个撞击坑 它的年龄 应该最年轻 那么我们 中国的 长尔五号 就取样品 取月仰 就取了这样的样品 取了以后 定了它的年龄 多少呢 20亿年 过期认为是 大概是 31亿年 月球死了 那么这次年 定了大概地球 月球可能到 20亿年时候才死 月球死了什么概念 月球已经没有生命了 没有能量了 没有地震 没有岩浆 什么活动都没有 这就是 月球 我把月球也当成一个 形形放在这儿 我们就来看一个 地球游生到死的历程 最上头这个 这个星球 白色的月球 21年以前 就完全死掉了 内部的能量 消耗殆尽 没有能了 就靠太阳照一点 这个能量不行 我们头一次 月球车死了 想要把它唤醒 用太阳能来唤 唤醒不了 它没有能量了 下面是火星 行将入木 它颜色暗淡 它已经没有大气 也没有水 下面的地球 壮年气 有水 有大洋 生气勃勃 它还有多长时间 到达月球呢 还有45亿年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就是金星 金星呢 是一个灾变的星球 我们可以说金星 它还很年轻 还没有演化到地球 它现在很热 将来可能慢慢慢慢凉 就凉到变成地球了 但是呢 也有一种说法 说金星呢 在八亿年前 曾经经历了一个灾变事件 是它原有的 大气和海洋都逃逸了 那么所以我们研究 金星呢 有两个 一个是看金星 它还有没有继续演化 变成像 这个越来越凉 越来越适合 这个生命 再一个就是看金星 如果是灾变的 我们如何来看 这个灾变事件的发生 它是如何发生的 然后我们对将来 预警地球 也得到一些新的 一些根据和资料 那么这样的一个 优生到死的历程 就是 我们地球的宿命 那么有地球这样的宿命了 我们就接着来了一个问题 地球是一居星球 会永远一居吗 我们应该说 地球是太阳系中最幸运的行星 那么它 唯一的研发到了 有宏观的水和氧气 供万物生长 它唯一的有充分的演化到 现在的状态 山水 它唯一有生命 可以有林草水木 同时呢 它是唯一有高等动物的 人类可以驾驭世界 那么地球就来一个问题了 它早期没有氧 什么时候来的氧 它早期没有水 哪来的水 还有新的科学 也是地球科学 需要认真研究的 那么目前人们认识到 地球有两个大的氧化事件 一个事件叫GOE 就是大氧化事件 是发生在 大概到23亿到22亿之间 还有一个大的氧化事件 发生在6到7亿年前 这两个大氧化事件 一个叫GOE 一个叫NOE 这两个大氧化事件 导致地球的氧 发展到现在的水平 那么怎么会有氧的 那么怎么会氧出现高的 有很多假说 其中有一个假说 叫雪球假说 六七亿的时候 地球叫做Snowball 就是全部是一个雪球 那么这个雪球呢 从赤道到边际 所有地方都是冰雪覆盖 那么后来呢 发生了这种氧气 二氧化在发生变以后 它发生这种冰的融化 就导致了氧气的出现 这种灾变 带来地球的幸运 五亿多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 寒五级生命大爆发 就是这个雪球之后 出现了氧气 都增加了很多 这时候发生了 生命的大爆发 这个生命大爆发 就导致了现在的地球的繁荣 这么多的生物 那么在早的时候 第一个大氧化事件 那么时候也导致最早 是有真核生命啊 或者什么其他 这是一个地球的 一个演化的 那么这个氧 从哪来的 首先地球自己演化 深部深层的这种演化关系 从核到慢的关系 逐渐有把一些 带有氢氧的东西 逐渐把它弄到地球表层来了 就出现了氧 同时呢 还有很多是 可能是灾变 还有别的运石 还有气体的星球 这种撞击造成的地球的 这个水和氧 比如像氮气啊 深部这种反应来讲 还不能完全把它算出来 算来算起 老是不对 加起来以后 这个总说不对 那可能还有这样的 这是有不同的 有深部来的 有天体凤撞的 刚才讲了 地球上这两个大的氧化事件 给地球带来现今的繁荣 氧气的浓度 就造成了动物的减化 那么动物不断地出现 出现很多事情 从最早的微生物 一直到现在可以有 高级生命发生 那么是不是永远 原来恒定都这么 每天都这么演化过来的 不是 跳跃式的发展 那仍然在地球 已经有大氧化事件之后 有了比较好的 高级的生命之后 还会发现 氧的突然降低 和氧的高 所以出现地球 历史上出现 很多次的生命的大灭绝 最知道的就是 恐龙大灭绝 这个高等生物大灭绝 灭绝的原因 就是地球的这种 环境的变化 所以地球环境的变化 是地球演化的规律 这个变化中的原因 我在这儿没有时间讲 像火星一样 或者像其他星球一样 太阳系中的一些变化的影响 另外还有地球 自己本身的一种 结构 沿浆 构造活动的变化 都可以造成 那么水怎么来的呢 仍然跟刚才 仰一样 也是神秘的 那么除了地球 下面就有 我们讲 44亿的高石 最老的化学院的高石 来定地球年龄的 那个矿物 里头就发现了 40亿年左右的水源 相互作用 就是流水的作用 但是是不是宏观水 还不知道 那么至少我在这个 幻灯片里的第三章 就告诉你 那时候有 地球有大撞击事件 大撞击事件以后 第四章 我们就看见 厚厚的岩层 都是水里头 沉起来的岩石 那是有宏观水的 3191年级 有宏观水 水的来源 仍然是我们要研究 所以地球 这种演化规律 构造的演化 矿物的演变 以及对它生物的演变 所有这些东西的演化 形成了地球 重要的科学前沿 第一是地球的演化 是遵循的规律 就是内部的 能 内能的消耗 它受到太阳系运动的影响 同时呢 人不能从根本上 来改变这个进程 那么地球呢 它本身也遵循 从不宜居到宜居 再到不宜居的演化模式 那么太阳系中 没有比地球 更宜居的星球 同时今后也没有 会发现 比地球更宜居的星球 目前我们的知识中 也没有 所以呢 我们想地球 这么过程中 是有高等生命 这样的宜居星球 是地质历史上的 一个阶段 那么将来是不是就 没有再宜居 宜居的环境呢 也不一定 因为科学是要发展的 人类有了高等的生命 晚期的这种智能的元人 的时候是 大概五万年前 那么人类有历史记载 才八千年 或者不到一万年 中国我们还不能找到 三五千年之前的 这种记录 那么我们相信 人类有这样的知识 还会有智慧 能够让人类继续地 能够探索 能够掌握更多的 这个科学知识 那么这时候就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地球是这样演变的 我们的有神性的责任和使命 第一个是 地球为人类付出了 我们怎么办 有三大问题 一个是人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个人类的资源 没有资源 人就不能生存 第三是 抵制灾害 这就形成了一个 新的科学叫 人地关系学 最主要就是要认识 地球客观的规律 第二是 遵循地球客观的规律 第三是 在真身客观规律 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地球的资源 然后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 对地球的表层环境进行保护 那么 人在地球上生活 第一个就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 对地球资源是依赖的 这条改变不了 人类历史上 几个时代 早期叫石器时代 铁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 然后现在发展到 能源时代和电子时代 人类没有资源是寸步难行 第二 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有影响 这俩就形成了矛盾了 你又得在地球上生存 没有它 你寸步难行 你又要保存它 不保存它 那么可能会出现问题 比如我们说 人类活动 耗氧过程 就是一个例子 你耗氧过多 就不舒服了 你消耗太多 空气就不新鲜了 所以地球人的使命和责任 就是认识地球的演化规律 特别是未来的规律 所以我叫未来地质学 这一定是自然科学的王冠 然后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地球资源 我们要合理地科学地保护地球的环境 我们还要合并共存地 制造这样的一个国际发展理念 这是我们地球人的责任 所以我在这儿呼吁大家要热爱科学 要崇尚科学 要学习科学 要从事科学 科学就是毕竟对客观事物真诚了解的一个真理 你必须掌握点真理才行 你唯唯真理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那么地球科学非常重要 我最后用恩格斯反斗林论的一句话 当作结尾 地质学按期性质来说 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 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 所以要挖掘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就要费很大力气 那么恩格斯说 这个地球科学是终极真理 但它是科学中的非常难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学好地球科学知识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来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